又是 Funding 回答 同学 嘉明老师我有问题想问你 我的朋友总是在我背后说我坏话的 那我该怎么办呢 为什么每次上来开会 都好像变质型式这样子啊 我变成魔兜的辅导老师了 你们想听我的回答啊 我明白 你为什么知道朋友在你背后说你坏话的 一定是有人告诉你 对不对 是吧 没有人告诉你 我说过了一点风声 风声一定是有人讲的嘛 所以那一些跟你讲 你有朋友在你背后 讲你坏话的人 是不是你的朋友 也算 我觉得你要小心 这是那一些告诉你 你的朋友在你背后 讲你坏话的那一些人 那一些才是挑拨了一件 你的朋友 如果这些人 真的觉得要保护你的话 他应该对那一些 在你背后讲你坏话的人 跟他们说 你们应该怎么样 我们不应该这样子 而不是跑来跟你讲 咦 我跟你讲 那个是谁讲你坏话 所以我觉得你要重新检讨一下 你交朋友的方式 这些在你背后 讲你坏话的人 不一定是你的仇人 可是在那边挑拨离间的人 可能是你应该远离的朋友 而且你只要远离的他们 你就不会知道 有人在你背后讲你坏话了 现在造成你最大困扰的不是你应该怎么办 而是这一个情况让你觉得很烦 对不对 所以那问题关键根本不在于朋友怎么样对你 在于你怎么样看待自己的朋友 那我很简单的 如果真的有朋友在我背后说我的坏话 直接跟他聊 不是告诉他我知道你在我背后说我的坏话 而是跟他说 那某某事情 我觉得是这样这样的 你觉得呢 那不是一种试探 而是尝试沟通 给朋友一个机会跟你沟通 给他一个机会跟你说他的看法是什么 可是如果你因为这样子而觉得 好 我不要跟这些人做朋友了 你其实是中了那一个告诉你 你的朋友在你背后说你坏话的那个朋友的劲 所以你这样的朋友 要带出去 好 好 好 这个是中吗 给我的 为什么这里画的这么漂亮的 我的是照片 你的照片也很漂亮好不好 是很漂亮很漂亮 大家很喜欢 你放在我的位置 等下我再出去 然后你的下一本书呢 这本卖到这样子要下一本啊 我们再出回小说啦 好 出回小说比较好 靠我 不行 不是 我还是要假假做很好的DJ 这样子才能够 哎呀 让大家看我的真面目真的不好 所以你不能够让别人看到我的真面目 你一定要保护我 我会把握你的 我会把握你的 因为我是你的 因为我是你的 会这样跟谁在你的话说 因为我的心还有一些好 我会把握你的 会这样很怕我心都很可怕 嘿嘿嘿嘿嘿嘿 你去拿 嘿嘿嘿嘿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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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